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法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佳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坚比后仗 或者是肃战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舍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右手做金刚拳 右手压着大腿动着的动力 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 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压着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手都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开始念双手 还有延启舟 以知乎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价值 字幕作词描述 这种价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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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应该念一个皈依颂 念皈依颂的时候 心里面观想 所谓的上师是一切三宝 一切三根本 一切诸佛菩萨的本体 我今天归于上师 乃至永远不舍弃上师 水dan 三根本恶颂 イイイ 一切三根本恶预 然后念完之后 就开始念诵法心的偈颂 念诵法心的偈颂的时候 又要心里面想 所谓的上师 我是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要修习上师的果位 而发无上菩提心 然后这样念诵三遍法心 人会是遮益天人的生存 教的生界都 大谈谈谈胎意识千万 也论三结阴边 人会是遮益天人的生存 教的生界都 大谈谈谈胎意识千万 也论三结阴边 人会是遮益天人的生存 教的生界都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概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地开始祈祷 心里面像 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性全部遣除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的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联完那一佛上师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 就是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迎接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 感谢观看 阿翁 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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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翁 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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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翁 蚊子 蚊子